NEO 了世紀 天心獨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緬甸人隊上 夢以加拉的 這場比賽也是 公寓盃的比賽 OK 那現在 公寓盃呢 還在繼續的打 這個公寓盃呢 也算是讓很多職業選手 試了非常多的招 那我覺得這一場 好算還蠻不錯的 兩邊都是這個 森綠文明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會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夢加拉人這個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三項之力喔 大象抗招降 還有這個 抗額外增傷 還有攻速加成 那他的僧侶呢 貼上還有雙三房 所以房屋力來說還真不錯 不太容易被垃圾兵給打死 那夢加拉人的後期呢 這個大聖佛教呢 也可以減少僧侶的佔用人口 還有村民的佔用人口 所以 後期的夢加拉人 經濟來說是很不錯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 介紹一下緬甸人喔 那緬甸人呢 他是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喔 而且他的僧侶科技是半價的喔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時喔 可以再更快點出這個 救贖思想 升頭戰術去壓制技能喔 或是打這個防守反擊喔 也都ok的 所以夢加拉... 呃不 緬甸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僧侶戰喔 還有這個飛鏢騎兵 跟步兵的增傷的效果 我們就俗稱了趙雲疾兵喔 那這樣地圖呢 中間有個特色喔 這個河呂呢 在中間有三...萬肉 應該是三萬肉 沒錯喔 吃魚可以吃到少 但是這個魚呢 也不太好補喔 但是大部分的職業選手們喔 還是會在前期喔 盡可能去爭奪這個魚群喔 因為前期能吃到這個魚的話 經濟加成喔 還是幅度蠻大的喔 ok 那這邊馬桶金蓋好喔 那前期的部分喔 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跟前面的阿拉伯流程應該是差不多的 保壓公司先發展經濟 然後先拉了一頭野豬 ok 兩邊都開始吃豬了嗎 ok 豬排都吃完了 好 那兩邊的漁船 都在瘋狂對這個魚瘋狂的輸出 瘋狂的補他 反正他好像是有兩層在的喔 基本上是無限魚群 因為他是重點的 那目前喔 還沒有在職業賽當中 看到有人把中間的魚不是補完過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判斷為是無限魚群 通通在補完之前喔 遊戲就結束了 ok 那兩邊都準備了來剩一個直層喔 23匹就25匹 那當然 匹數越早的話 越早上這個城堡時代喔 而且孟加拉人喔 城鎮中心每次那個時代喔 都會給兩層喔 所以待會村民宿會馬上追上去喔 那目前看起來孟加拉人這邊的經濟 是沒有辦法點上城堡時代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直層 那道德這邊呢 也沒有打算要直接直上喔 可能會25加3 升級的方式喔 他這邊加2的話有點極限喔 ok 這邊自爆船直接炸掉了道德這邊的漁船 目前道德的漁船沒有了 已經失去補優勢 好 這邊村民宿再補兩村 欸 直接買賣上喔 稍微斷存一下下 ok 果然有點難升上去了 所以加3來說是最ok的 但是會拖到這個肉 而且他果子這時候吃的也是啊 好 那道德雖然已經失去了海上優勢 但是這邊也可以出自爆船喔 這邊漁船敢補多的話 自爆船就可以炸了一波 直接損桿 炸一半 呵呵 筍桿炸裂失敗喔 只炸了兩艘 那個... 孟家人居然還是去手動控漁船 把這個漁船分開了 那他這邊一次只能炸一艘 但就放鱘肉的時候 一起炸掉了 哇 那這樣繼續補這個魚有鑽嗎 等這個碼頭燒掉就鑽了 好 那升到城堡實在的緬甸 在野外補下來第一個修道院 黃金現在是有點少 所以待會... 修道院蓋好了 可能按一隻生鋁 就是極限了 但他這邊呢是想要蓋一根堡 好 直接蓋再來可以射到馬駝的位置 想要再把這個魚船的優勢給拿回來 那難怪還是補這個位置 好 那先補 待會馬駝可以拿著重蓋一個嗎 好 生鋁 開始撿生物 撿生物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這邊又炸了一波 還把這個弱馬給炸了 好 左邊直接圍一個大石牆 飛鏢騎兵來了 飛鏢騎兵在前期 是一個不好解的單位 有點像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征服者一樣 單位非常強大 而且用戰盲兵也不太好反擊回去 通常都是用生鋁去反制的 不然就是用大量騎士或是落頭 反殺對手 但是飛鏢騎兵呢 他比西班牙的征服者更難產的地方是 他的攻擊速度比西班牙的征服者還要更快 而且他的飛鏢騎兵會有miss的關係 所以打得有點歪 反而會有這種擴散傷害的效果出現 好 那到這邊呢 繼續前壓 而且還補了一個攻城西製造所 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直接投到城鎮中心了 好 下方這個碼頭呢 沒有再繼續捕魚了 直接放去捕中間的魚 好 這邊入侵進來 看一波生旅 好 開始按囉 好 那安迪這邊是補下了救贖思想 好 這邊偷車出來 被找到一發 突然找到一發 全倒 生旅直接倒光光 只剩下下面一頭 生旅 但是這邊有贖對思想喔 反制生旅的方法 你的生旅就是我的生旅 但是這邊直接手動 異端邪說 滴掉了自己的生旅 不讓對方遭翔過去 這個有點過分了 哈哈 抱特這邊打得好兇啊 但是他現在有 TC上的弱勢喔 會有這個 進攻壓力在喔 如果拖越久的話 對安迪來說 越是更好的 結局齁 所以這邊城堡一定要繼續挖 時候不准斷了 好 直接決定把它保 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貼在你臉上 好 上面補了一根箭塔 阻止想要蓋城堡的村民 但是道特並沒有打算 跟對方硬蓋寶 而是先用村民反制了回去 這個投死車被招響 直接自滴成功 下方的生旅也被招響掉 現在孟加拉人這邊反擊 開始出現了 道特這邊由於缺黃金的關係 沒有辦法按態度的生旅到前線 因為他這邊還要把一些黃金 投資在飛鏢騎兵身上 那飛鏢騎兵這個單位喔 是很套黃金的喔 跟西班牙征服者一樣 所以現在只靠飛鏢騎兵的話 打起來還是有點困難喔 而且孟加拉人的生旅也很麻煩喔 天孫鑽傷防 他可以稍微擋下飛鏢的傷害 這個看起來 道特遇到這個情況不太好解 但如果回頭開TC的話 可能經濟上也沒有辦法太追到敵人 但不開TC的話 就只有落後的路子 只能這樣走 在這邊 這邊怎麼了 自滴 自滴生旅 OK 那這邊 城堡蓋完之後 沒有再繼續產了 工程器製造所也是停產 沒有產任何中心 看來是有打算要走回頭路了 回頭開農 但道特這邊是沒有去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的 那反正是孟加拉人這邊3TC 逐漸開下去了 那道特這邊3TC有什麼特別想法嗎 目前我有點看不太出來 感覺是想要打一個生旅戰喔 但是打法呢還是比較偏強軍式一點的 因為他沒有開額外的城鎮中心 那如果真的要打生旅戰的話 要拿到優勢喔 還要等到帝王時代喔 那這邊的肉量呢 其實已經快要到帝王時代了 但是黃金很不夠喔 這邊可能要先爆挖黃金一下 那這個就是高手們的配置喔 會去根據自己的戰術喔 時賞去微調 好 這邊生旅過來運招 黑標招掉了一隻 左邊那隻能招掉嗎 有點困難 這裡想要蓋寶 但好像失敗囉 說明一個硬打 但是直接被收掉了三村 四村 後面這兩隻生旅不敢去打 好啦 但生旅還在追 但還好有前程科技的關係喔 現在是不太容易被招降掉了 不然剛剛應該是有機會被招的 OK 到了這邊果然是先生一個帝王 準備要來打生旅戰了 還是其實沒有 直接鬼轉巨頭開拆 也可以喔 飛標轉巨頭 生旅的部分 待會帝王時代號 印刷技術 可以有這個 招降射程優勢 好 這邊打歪 沒打到 這裡可能要三隻飛標被打掉了 好 但剩下的飛標已經打得太歪 生旅要打兩發 才能打到 甚至 最後被自己的飛標給打死 哇 尷尬了 道德這波 可能會爆開 這根寶應該是能蓋了 蓋起來了 但好消息是呢 劇情偷吃第一 待會可以從這邊架起來 像是極限 不知道會不會到這個 剛好極限外面的 才能架得起來 如果在這個城堡 赤城外圍 外面 架起巨頭來的話 很有可能 也會被 生旅給著想 所以這邊待會就要來看一下 嗚呦 這邊一個 置第一兩飛標 看來安迪這邊的 手速也是蠻快的 道德這邊是補了更多的生旅 所以飛標齒邊已經停產了 沒有打傷就繼續產 那石頭也是停產石頭 好 這邊有少量飛標走進來 道德在家裡 沒有任何的防護 只能稍微一下 當然是能走進來喔 這片田 隨便走都可以走過來 哇 這邊超級只能 撈...撈幹了 走了走了走了 好 拉一隻手裡過來結一下 自己的飛標問題 自己一結 但是怎麼走到那麼精彩 往上 道德這裡 光了 急了 趕快回挖石頭 看能不能補一下 插根箭塔 插根箭塔 插根箭塔先出來擋一下 好 巨型偷使機已經開產囉 看地獄斯大還是有優勢在了 印刷技術 趕快補一下 對人戰喔 最重要的就是印刷技術 好 那... 目前孟佳人也點下了帝王斯大 但是這邊有明顯的村民優勢 67村 對上道德這邊是四村 而且森綠洞已經貼在你臉上了 前方的兵工場跟市集 都變成敵人了 後面還在補一個市集 才可以買賣 稍微買賣一下 道德這邊還有一千多肉 好 補下了神拳聖制 神拳聖制點下之後呢 一群僧侶招牆一個單位 只需要一個僧侶休息 這個科技師我很愛用 這樣可以一直去反覆用自己的僧侶去招牆 好 那目前道德居然還把敵方僧侶給圍起來 然後用村民暴打 但是前線的城堡已經產出了戰車 現在戰車可以輕而易舉 來騷擾道德家裡的採礦工 好 這邊有印刷技術可以招 往裡面走 應該還是會被騷擾到幾村 但現在變成雙TC 開農了 而且還點下了神拳 這個忠誠信仰 忠誠信仰的話 就可以很明顯 抵抗生侶的招響 哇 這個孟加拉人 生侶雙傷板 可以直接砍 城鎮中心的傷害 你敢信 就是這麼的砍 孟加拉人的生侶的優勢 有人說這個雙傷板沒有感覺 但是這種情況下其實很有感 雖然劍子數量多還是會死 好 但村民打生侶一直都只有一滴血 因為村民本身就是三滴血的傷害 所以怎麼敲這個生侶都是一滴的傷害 我們敲到超過血流 才能敲到一隻 OK 這邊戰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 開砍 而且現在戰車呢 這個 還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可以看村民是可以造成範圍傷害了 那村民都會一起慢慢存血 好 那道德目前看起來是 拆掉前放城堡了 後面三滴已經斷掉了敵方的資源道路 戰車也是直接停產 好 但這邊戰車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道德的村民只剩下53村 那目前看到孟加拉人 這邊村民是往前跑 有點麻煩了 趕快轉移一下招搶單位 招一下這台戰車 好 後方還在繼續開招 巨型投石金已經開始拆架了 上方這個城鎮中心也被抓包 待會還可以再補一個巨型投石金 在上面繼續開拆 好 右邊這台戰車終於招翔掉了 你的戰車就是我的戰車 生旅大戰即將開打 孟加拉人這邊招翔應該是有點難招 因為現在道德有忠誠信仰的關係 招翔的難度大幅提升 所以現在以拚手術來說的話 安迪可能沒有辦法藏到太多的甜口 即使手術快了道德一秒 還可以藉由忠誠信仰的關係 讓自己招翔的乘風機率大幅下降 被招翔的機率 沒有辦法 這個生旅戰來說 其實很重要的東西 是異端邪索的忠誠信仰 那孟加拉人雖然有忠誠信仰 但是他並沒有異端邪索 這一點來說的話 道德就會更有優勢一點 但道德現在明天黃金 可以點下異端邪索的關係 被招翔的生旅 還是會變成敵方的 這一點還是會有點小小的劣勢 要等到自己有足夠的黃金才可以點 當然緬甸也沒有異端邪索 突然想起來了 緬甸也沒有異端邪索 所以兩邊都是沒有異端邪索的情況下 就只能自低生旅了 想不出來喔 我們這個是緬甸人 並不是馬來人 突然想起來 緬甸跟馬來還是有差的 雖然都是大象國 那這裡 硬拆城鎮中心 我們家裡的村民有點害怕 往前逃跑 這裡山女被暴打 但是被招翔掉 目前道德的村民宿 開始追上了孟加拉這邊 但孟加拉上方的城鎮中心 還在暴產當中 雖然左邊家裡已經快沒了 這裡的森林雄被堵在門外 因為巨型投擲機擋住了進去的這個路口 所以顯得有點尷尬 那這裡終於可以走進去 招翔 又防又補了更多的森林 想要包夾這邊的森林 來看到這邊的森林站 兩邊的招翔 看起來是有點 微妙 但是孟加拉人這邊偷案了幾隻 青騎兵 現在青騎兵是有機會反殺回去的嗎 好 五隻青騎兵要數量有點多 這五隻青騎兵要是沒有招翔成功的話 道德可能會被一鍋端掉 哇 招翔但多在CD 哇 後面這幾隻生侶沒有CD 但是沒有時間控 道德這邊手速一點控不太過來 生侶一直一直慢慢倒向 生侶也被招翔了回去 這一波道德 有點虧啊 好 那青騎兵呢 即使有三反 也是可以三刀收掉一隻生侶的 哇 結果到了下方 果然被一鍋鑽 但上方的戰線啊 目前稍微有點進展 巨頭司機也開架了起來 上方巨頭也是 即時反擊 後方的生侶繼續斬殺生侶 生侶一直瘋狂倒下 兩邊的招翔大戰 有青騎兵的那一方 是更有優勢的 好 那趕快把對方的青騎兵給處理掉 把對方的青騎兵變自己了 就有優勢了 我就可以用你的青騎兵去開你的生侶 要是開你的村民也沒問題 看起來道德好像站上了上風 村民術雖然落後 但是最後 好像 又拿到了一些優勢 上方的城堡應該是修復回來了 哇 果然倒爆 上方沒有城堡的防守 村民直接出來打架 看起來 29隻村民直接又變成奔鬥大賽了是不是 昨天我們上的影片才看到 Y.O 追上 忘記追上誰 也是用這個村民 去扁人 這一場沒想到 又看到村民大戰了 好 那目前 道德這邊的生侶數量呢 還有10隻 但是對方 孟佳人 生侶數還有12隻 現在招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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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不知道還能不能拿到一些優勢呢 現在兩邊都沒有輕騎兵的情況下 只能用生侶護招 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直接拿村民 硬打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趕快拿村民來修一下 這個巨頭怎麼沒有中呢 還在招 沒有放棄 兩邊的生侶戰還沒有停 好 下方這邊也在應招 下方也是一個 生侶 互相站位 但是這裡有一隻輕騎兵喔 有一隻輕騎兵的話 可能就可以互相無雙開招 哇 看起來 道德好像慢慢陷入了烈士 但村民樹還是優勢的喔 只要村民樹沒有下降太多的話 道德還是能反搭回去的 那分數來說 現在也是道德目前領先 這隻輕騎兵 果然還在砍 到處砍 哇 就下方這邊 生侶戰好像打輸了 好 再砍掉一隻 趕快再招 應該是來不及招了 招下面這隻看看 沒有辦法招得掉 下方的戰線呢 是由 孟佳人拿到的優勢 正前方的戰線 也是慢慢被反召的回去囉 右邊還有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有看到 這裡有石石石石石頭 趕快蓋城鎮中心 不是城堡嗎 現在看起來 道德要打回去這一坨生侶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喔 但以生侶的總數來說 是道德還是目前佔優的齁 目前生侶處還有大量的 好 27個牌城 這個就是 就是要用生侶淹死你了 這個牌城 看到了嗎 29個牌城的生侶 我的天 道德居然打出了一場 生侶大戰 還在招 還在招 好 這邊騎騎兵進來 想要砍村民 但是被村民反殺回去 下方這邊 村民直接 手撕城鎮中心 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村民也只能撤退 可能要拿村民來 拆這邊劇情投資機囉 但劇情投資機接 現在沒有人保護 左邊的生侶大戰 欸 看起來 道德好像拿到了優勢 現在以生侶數量來說 道德明顯 佔用 安迪這邊的數量 越來越少 只剩下八隻生侶 生侶數量 一直往下下降 哇 沒了 看起來 雖然 這幾隻村民 已經拿掉了 巨型投資機 但 前線的生侶大戰 明顯是由安迪 輸掉這場 信教大戰 沒了吧 你還得怎麼打呢 不然你鬼轉一波 輕騎兵 但感覺 現在轉輕騎兵 好像也沒希望了 下方我補了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 上方的村民 還是有很多 再到處走來走去 村民已經變成 最直接的 戰鬥機器了 村民只能到處移動 兩邊打成生侶大戰的 這個情況 真的很少見 好 孟加拉這邊 硬點了幾隻 青騎兵出來 想要砍生侶 但怎麼 怎麼在發呆呢 哇 結果兩隻青鎮 被招走 第三隻好 算也要被招 好 趕快再繼續招 好 三隻青騎兵 都變成了 道德 好 OK 我們恭喜 道德拿下這場 遊戲的比賽 最後兩邊出了84隻的生侶 對上122隻 看起來道德的經濟流 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OK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緬甸人 拿下了那邊經濟生侶 只贏了大概2000支援 黃金但是贏了5000 前面這個4生物 產生的黃金 實在太多了 後方的軍事 KD是1.1 其實差不多的 可以很明顯感到 兩邊的生侶大戰 如果內方有一端邪術的話 優勢是非常巨大 那兩邊都沒有一端邪術的情況下 手動自低生侶 或是用招來的生侶 繼續著想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道德呢 在這方面 手術雖然沒有比年輕人這麼快 但最後用自己強大的經濟 直接淹死對手 果然經濟流 還是最適合道德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KD